是崔斯伯格 今日美国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国民与小熊分区系列战第四战原定今日早上5点30分开打 不过与世过大言到明天台湾时间凌晨4点再战 双方人推出之前所排定的先发投手 国民派出洛克陆平班平战局 而小熊则是交给赛阳枪头阿里耶塔 把关盼望战线不要拉到第五战 国民在分区季后赛系列战面临1比2被听牌的劣势 洛克扛下背水一战的重任 他坦言有压力 小熊主场声势很惊人 球迷都相当疯狂 他会尽自己所能 让全场安静下来 洛克神崖在季后赛层出赛三场 先发一场 共计指头七局 绞出零胜一败 防御率三 86的成绩 总教练贝克 德斯蒂贝克 今天受访时表示 如果有机会打第五战的话 将推出第一战层投出五 二局无安打的先发投手 是崔斯伯格 Steven Strasberg 抢胜 而国民另一张王牌 学者 Max Skuzer 也会后援登板 帮助球队守住胜果 学者 O新社